大家看,兰花养成这个鬼样子 大家先别急着把它砍着当柴烧 今天教大家怎么去预防这些问题 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 我们又该怎么拯救 因为这个视频呢,比较长 而且呢,干货比较多 大家一定要先收藏起来 避免刷着刷着就不见了 首先我们的兰花出现这种情况 是什么原因引起呢 第一个是犹豫 平时浇水不当 导致闷根,烂根 大家看一下 像这种就是出现烂根了 我们首先第一步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兰花拿出来 然后呢,把烂根全部给它清理掉 然后呢,把这个烂掉的苗 也给它分下来 我们只保留健康的这一苗就行了 扒开这个叶片 看一下里面有没有枯萎掉 如果发黑了就没办法拯救了 像这个的话呢 那里面还是绿的 还是可以拯救的 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全部黄叶 枯叶烂根清理干净 为什么我们平时养兰花这么容易出现这种烂根黄叶呢 第一个就是浇水不当导致的 第一个是土壤不够透气 所以呢,我们养兰花 建议大家不要营养土 你看土叶钢土来摘种 建议大家自己去配一些这种颗粒土 这种颗粒土的话呢 有很多种材料组成 当然大家想学习的话 给我点个关注 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也可以给这个配方给大家 好了,我们把这个 兰花清理干净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用这个烂根急救宝来泡一泡 这个烂根急救宝不用说了啊 这个是能生根养根 还有一防根斧 一防烂根的 我们用一勺兑上500额香的清水 溶解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兰花放进去 给它泡个15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 再进行下一步 像这种烂根的兰花 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去拯救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直接用这个烂根急救宝来 兑水给它浇一浇 一个月浇两次 它就可以很有效地控制了 而且呢 它又可以生根养根 让你的兰花不再继续出现腐烂 像这颗的话呢 现在已经长新芽出来了 就是用了几次之后 所以大家在夏季呢 建议大家还是提前预防 每个月用一次 这个烂根急救宝来预防 避免出现烂根的问题 好了 我们给它泡15分钟左右的时间 直接把它栽种到这种小花盆里面 这种小花盆呢 我们用的是河沙 因为河沙它透气性透水性非常好 而且呢 它不容易滋生续菌 同时它比较容易诱导这个兰花 长新芽 种好之后 我们用这个烂根急救宝 对好的水 直接给它浇一个透 这样的话呢 就不担心它还会继续烂掉了 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来养护 这个沙子干一点 我们再给它进行浇水 这个方法呢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之前我用这个方法处理的这一颗 拯救的这一颗 现在呢 已经长新芽了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大家的兰花出现烂根了 第一个要提前预防 第二个要懂得怎么拯救 好了 学到了 就点个赞支持一下吧